主席 各位同仁 本院委員黃國昌等11人臨時提案 有鑑於行政院計畫 將目前隸屬於財團法人 資訊工業策進會下支支通安全技術服務中心 移至科技部下行政法人國家支通安全科技中心 為目前行政院為看守內閣 不適合處理重大人士之變動 且支通安全管理架構 上代完整規劃 在新國會新政府 對於國家支通安全進行規劃整體架構前 舊政府不應吵吵 將現行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下支支通安全技術服務中心架構 就地法制化 為此 鑑請行政院和科技部行政法人國家支通安全科技中心 在本院完成支通安全管理法制定前 不得設置運作 是否有當進行公決 本院委員黃國昌等十一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還請行政院援處 請問院會有意義 無意義我們通過 今天臨時提案 都已經